中里内的区域 他们说这是为了避免 黎巴嫩珍珠党的报复攻击 他们也没忘了警告珍珠党 别轻举妄动 南边有哈马斯 北边有珍珠党 现在以色列最怕的 就是被南北包夹 所以他们也说 不是真的想和珍珠党打仗 毕竟以色列还得担心 塑地伊朗在一旁虎视眈眈 在社交媒体上 伊朗的军事 是指引到美国的军事 指引到美国的军事 如果伊斯莱 不能停止了加州的军事 胡椒大厦已经下令 第二个航舰战斗群 前往东地中海警戒 美国媒体认为 美国军舰无意介入 以巴冲突 所以派航舰 是要向背后的伊朗传递讯息 TVB新闻综合报导 好 不只是以色列 每天空袭加萨 哈马斯的火箭弹 也几乎每天都出现在 以色列第一大臣 台拉维夫的上空 大陆外长王毅表示 支持两国方案 力挺的是巴勒斯坦 而美国参议院的 多数党领袖舒默 在访问以色列时 也遇上了空袭 以色列第一大臣 台拉维夫 再度响起空袭警报 哈马斯火箭威胁不间断 在当地采访的 CNN记者也绷紧神经 当地时间15号 出访以色列的 美国两党议员代表团 也碰上空袭 连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舒默也跟着躲飞弹 亲身体验哈马斯威胁 这也让舒默再度重申 美国会力挺以色列 我们告诉以色列 美国会与其他友谊 以色列 我和我的同学们 将在美国的协议院 帮助以色列 支援的支援 需要完全抵抗自己 从这些怪异的攻击 连日周旋多国 环节以拔冲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透露各国共识 就是避免冲突扩大 不让美方专美于前 大陆外长王毅 也想展现大国影响力 接连与伊朗外长 和沙烏地阿拉伯国王通话 更在周日的记者会上 抛出这段话 以色列有建国的权利 巴勒斯坦同样 有建国的权利 以色列人得到了 生存的保障 巴勒斯坦人的生存 谁来关心 总之在巴勒斯坦的地上 中方将继续站在 和平一边 挺巴立场不变 认为两国方案 一边一国 才是解决尾巴冲突的 最好答案 TVVN新闻 环轩报道 而现在以色列证实了 现在受到了 这个挟持的公民人数 来到了155人 还有一些人质的遗体 是在加萨地区被找到 对此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也针对这件事情 跟人质的家属见面 同时他还视察 遭到袭击的存肯存装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在台拉维夫 和遭遇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家属见面 只见他握过一双双手 抱一抱拍拍肩膀 但见不到亲人的痛 实在令他们无法接受 而以色列军方也证实 被绑架的公民数再上修 从126人来到155人 另外部队在加萨地区 也找到了一些人质的遗体 身为纳坦雅胡最重要的盟友 以色列财政部长 也公开发声说政府失责 现在能做的就是 接近一切和人民站在一起 以色列总统赫佐格 也去视察遭袭击的囤可村庄 只见林论的街道 布满弹孔的房间一片狼藉 最后他也替罹难者点蜡烛致哀 但这场战争带来的悲伤 让曾经在音乐际 经历过生死一瞬间的幸存者 也用以色列人最大的伤痛来形容 以色列政府正式宣战 还对加萨走廊 发动大规模空袭 造成大量巴勒斯坦难民 逃难到与埃及的过境点 促使埃及决定 无限期关闭边境 嗨 我是玛丽亚 我来自英国 我来到加萨 去看我的家庭 上星期早上 我起来到5点 来自英国的少女 就这样受困 拿着英国护照接受采访 就是希望可以通过边境 只是在美国斡旋之下 目前埃及人只开放物资 进到加萨 因此各界人道援助约 一千多顿的物资 也在第一时间涌入 战争惨况不断传出 所有人都在盼望结束的那一天 TB新闻最后报道 好战火下牺牲的 都是无辜的人民 加萨遭到九天 是以色列的连续轰炸 目前已经造成超过 700名的加萨儿童罹难 当地有社区也被 无预警的袭击 其中一户人家 一共14个人都不幸丧民 满身灰尘的伤者 怀里抱着血迹斑慢的婴儿 受众伤的孩子 也在走廊上嚎头大哭 外头还有更多人 等着接受治疗 还有家人能在空袭中幸存 不知道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 而孙权在眼前被炸死 欲哭无泪 幸存的孙女身上都是伤 相当虚弱 但医院外头这样的情况 持续上演 家长抱着奄奄一息的儿女 赶到医院 这起攻击发生在当地 时间14号下午4点 根据居民的说法 这次的攻击完全没有任何警告 突然就发生爆炸 措手不及 孩子就在眼前被炸死 就算到了医院 恐怕也不能马上治疗 因为床位 尤其是儿童病床 严重不足 当地的医院 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幸运一点的平民 家园没有被轰炸 接到警告 提前往南撤离 这名父亲带着六个孩子 到联合国学校内 搭帐篷避难 虽然暂时安全了 但孩子的心理 阴影却越来越深 成长的过程中 被迫四处逃难 没有快乐的童年 无辜的孩子们 被迫和烽火战乱 一起长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加萨目前面临 相当严重的人道危机 当地民众为了喝上一口 干净的水 必须排队 等候好几个小时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在美国的施压之下 才终于决定要恢复 加萨地区部分的供水 拿着空瓶子 却没水可装 遭到以色列围困的加萨 老百姓真的 惨到不能再惨 加萨人怒控以色列 重罚平民 有人从凌晨排到现在 连一口水都拿不到 好不容易水来了 这是因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经不起美国施压 终于同意恢复供水 只是还是没电可用 民众在加油站 等着加油 等出火气 另一边的大马路上 志工克奈的架起锅炉 要做饭 因为燃料用尽 只能烧柴 与此同时 以色列几乎撤出加萨 却遭到哈马斯阻止 最新英党曝光 哈马斯呼吁死守加萨 也让夹在中间的巴勒斯坦平民 越来越惨 TVB的新闻 综合报导 不过我们同时也来看看 在台湾大家排队 要抢着拍的是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因为昨天他再次被民众捕获 他再次回到台湾 而且就出现在零下夜市 因此吸引非常多的民众 抢着跟他合照 不过这一次黄仁勋来台 没有公开行程 倒是外传在18号 将会现身鸿海科技日 这边一击 那边还要一张 民众抢着排队合照 仔细一看 是那个男人又来了 没错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五个月内两度回台 民众不惑野生Jason 就在15号晚间拧下夜市 没穿招牌皮衣 但穿上黑色夹克 一样受到大家欢迎 想要吃我们台湾的台湾口味 姜汁番茄 想要坐下来 出版看看 客人很多 想念的台南姜汁番茄 因为想拍照人太多 黄仁勋没吃到 但又品尝台湾豆花 以及爆冰 好像他有说要说 今天我们小朋友 我们跟他讲说比较 还有律师陈正伟也巧遇 直呼拍的照 还请黄仁勋吃炸鱿鱼 让黄仁勋很开心 不过其实黄仁勋这回行程 原定16号 应该是前往以色列AI高峰会 但碰上战事紧急取消 接下来外船18号会现身 红海科技日 也会拜访相关供应商 但这次行程没公开 报秘到家 外界更期待 这回黄仁勋在访 有没有旺带动台股涨势 不过周一台股 受到上周五美股下跌 以及尾巴冲突影响 开盘16712点 截至上午10点半 最大跌幅破159点 台积电开盘就跌7元 AI类股也通通是一片绿 而尾巴冲突越演越烈 投资人忧心忡忡 但多数法人认为不用怕 因为冲突没涉及重要战略资源 而以照过往震惊大事后 台股美股涨跌比较 其中美中贸易战高峰 台股一年内上涨13.46% 新冠疫情也上涨35.71% 乱世进场有望迎面大 至于金管会主委黄天目 也说对台股有信心 特别新闻 专家会先台报道 好和平得来不易 要特别珍惜 在以色列的台湾部落客 就分享目前在耶路撒冷的超市 物资充足 街上的店也都有开 他也发现家里附近就有均匀 疑似呢 所以他就分享了 士兵们需要的物资清单 希望大家一起帮忙 耶路撒冷超市内各种蔬果面包 还有肉品等应有尽有 影片中也能看到零星民众正在采买 这是尾巴冲突 发生到第九天后 以色列超市景象 在以色列担任部落客的台湾人 约阿密也分享当地最新情况 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危险 有些路还就是很通 就像安息日那种感觉 然后跟安息日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全部的店都有开 约阿密和老公Kenny拍下影片 说明目前在以色列超市 商品价格不变 物资感觉上也没变少 但在前线的士兵依然辛苦 被迫撤离的家庭也需要帮助 他们发现家附近就有军营 也告诉大家 目前士兵需要的东西 包含黑色军绿色衬衫 牙膏洗发精水等物资 其实这些预备兵 他们有些是好几年 都没有这样子的打仗 所以也是东西他们并没有 约阿密也分享几个社工团体 以及可以捐赠给 以色列国家基金会总部联系方式 那些人质还没有被解救出来 然后北方加利利还是受到威胁 然后再来就是 不知道哈马斯还会做什么事情 一巴战火 暂时还没有尽头 百姓们互相帮助 要撑过这场冲突 体别新闻综合报道 而中国大陆即将在明天 举办一带一路的相关的活动 参加的外宾呢 包括不被国际承认的塔利班政权 还有被国际法院通缉的俄罗斯总统普辛 普辛更是大动作的提前接受了大陆官媒的访问 大战习近平是世界上真正的领袖 语言不同也能把酒喝开 中国大陆黑龙江省黑河市 竟然涌入大批俄罗斯观光客 因为中俄免签开通后 从俄罗斯坐船只要七分钟就抵达黑河 不少人组团逛早市买早餐 看饭招牌也因此增加了俄文标示 中俄不止民间气氛好 北京在17到18日举办一带一路十周年峰会 普辛还没到 先接受中国大陆官媒专访力捧习近平 外媒分析 俄罗斯侵入乌克兰被孤立之后 对北京依赖加深 中俄关系上北京主导地位变得越来越强 隆重军令迎接胜利总统提前抵达北京 一带一路的外宾也将包含占领阿富汗的塔利班 虽然至今不被任何一个政府承认 但是塔利班跟北京往来密切 也将参加峰会 外媒指出北京一直跟塔利班谈判 讨论在阿富汗东部开采大型铜矿计划 好 当然国际局势的升温 台湾不得不提高警局 但现在却传出疑似是兵源不足 义务役恐怕被迫成为主战兵力之一 不对此国军强调这并非事实 是误导是听 如果是逼不得已的话那对啊那可以啦 对啊也要保家 对对对 就算是四个月的艺难 认为军训不能马虎至于期待 趁暑假当兵的人 记得十月十六号起一个月内 要上内政部艺针斯网站申请 今年一千六百个兵额 去年中圈率约百分之十六 而未来得服一年的义务役 怎么看自己的训练变硬 当一年兵的话那就 就多学一点诚实战经验之类的 可能到时候真的会需要 对啊那至少我到时候 还可以保护一下自己 OK那刺枪数是这种东西 刺枪数是什么东西啊 局方目前规划以后打仗 一无一难是国土守备部队 支援军事作战及民防任务 守备部队他既然要防守 那当然他也要有 适切的防空能力 所以并不是说 好像为了他散战场 所以我必须有这 我要提供他这些装备 而是说我们看到 整个作战战争的演变 大概会有这些需求 翻开国防报告书 一无一难初期入伍 八周训练 包括近战格斗 手榴弹投掷 使弹射击 下部队后四十四个星期 要学新式武器装备操作 国土守备任务等 但还是依不同兵科规划 只是现在传出当前 志愿一三军兵力的边线 比都不到八成 各部队都相当缺人 战斗部队 期待义无一难填补兵力空缺 再度被质疑 义无一难恐怕成主战部队 说事实胜于雄变 他今天要讲说青年不上战场 他是有他的前提要件 他又是再一次的一个空投支票 这个议题的一个前提 是有刻意的政治操作的可能 在去年我们提出所谓的 国防经济方案的时候 就一再强调 义无一难是以守护本土为主 并没有所谓到前线的一个部分 谈到如何保交卫国蓝绿口水依旧 DVBCO回了听听听不到 然而军校的招生状况 近几年来确实不如以往 因此国防部在这几年 把一部分的招募重心 放在了ROTC 也就是民间军校上头 其中不乏94年次的义男 他们直接选择累五年 担任的是志愿义群管 口令后计时开始 大学生存游戏社 射手姿势以摆秀枪法 比准度也比速度 11秒多就打完25个目标五 其实这距离社长陈俊宇 参赛时的最佳成绩还慢了两秒 两个月没练习的原因 是整个暑假忙于接受特战训练 所有的军校生里面 都一定会有一次的暑假 是到谷关立阳营区去受训 有绝壁攀登 还有CQB 就是限制空间作战 还有进阶射击 学校之前有带我们去看 航太展的时候 那边的无人机我也知道 现在的种类越来越多了 那不管是大型小型都是有的 学生是觉得说 有这个无人机的操作 跟一定的知识 到部队还是有用的 操作无人机 精准完成考照指定科目 八字水平原 把社团的玩票性质 推向真正一技之长 不过全套迷彩服 开口闭口都自称学生 如果只是军训课 也未免太严格 中央五位准 向中看 基本教练口令和动作 还能说是模仿 但是学生身上的制服 和三军六校 版本完全一致 这里就是ROTC 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 我是空军生 然后走之后未来是以地情为主 对 考完就是高三那一年 其实蛮迷茫的 就是想说自己不知道 有点没有什么目标 不知道要干嘛 其实是因为家人蛮支持我 我走这条路 因为会想向往实习旅步爬 是因为每个学长姐他 到部队的时候都蛮优秀 外岛那边会学习更多的 炮兵一些比较专场的事项 那学生就一直很想要挑战 军事课分足报告 学习见网之来 一天之内上午静态军事教育 下午操课磨练体能 之所以成为民间军校 原因是周一到周四 所有人回归一般大学生 其实这种教育制度 其用已久 源自于美国 拓展军官的来源 那我们以美国陆军来讲 西点军校每一年毕业的少尉 大概就一千出头 可是每一年美国陆军 所需要的少尉 将近五到六千人 那剩下的他一定要由其他的管道 来弥补人力的这些需求 那ROTC的发展 刚好就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美军用了超过一世纪的措施 台湾曾经因为成效不张而中断 如今因为一年兵停征 基层严重缺乏预备军官 让制度重新受到重视 和正期班相比 ROTC在大一下学期才开始实施 也不是官校集中式的休业 而且正统军校毕业 最少得服役十年才能退伍 ROTC却只服五年 不过曾赴美交换退役将领认为 干部出身多元化 能为管理文化带来不同激荡 譬如说以美国陆军上将 刚卸任的参谋灵器会议主席米利 他就是ROTC出身的军官 那当这些高层的军官 大部分都是ROTC的 来出任的时候 他对于后面的 这些新兴学子的ROTC的学生 他当然也一定会产生正面的效应 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 然后顺便锻炼自己的体能和胆量 因为我们在球队的时候 也是有被训练过 因为本身是体育生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感觉 会蛮适应的 牺牲自由 从名转军 理由大多是未来稳定 国防部当前签约129所大专院校 除了桃园南亚人员充足 能独自成立转业大学 其余依照地区的分配 到教育中心假日受训 制度处处顾及学子权益 起因于现实 外有敌情 内有兵力需求 现在国军的人员招募 除了得从民间学校扎根 还得同时考量年轻人的未来发展 而这样子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今年实施的大学和义务役三加一 第一批试用者就是今年大义新生 义务役新智 参与人数 教育部还在统计 但这两位同学自愿被排除在外 我是2005年94年8月15分 年纪多大 94年18岁 不怕疫情因为情势而延长 索性一次直接当五年 94年次的杨耀翔和林玉翔 在选择兵种转场之前 志向金明雀 动荡年代 募兵穷则变 变则通 不想当兵一百个理由也不够用 自愿的人或许才更有使命感 为国家尽心尽力 TVBS新闻华少平 叶玉甫桃源报道 当然讲到要吸引人才 就得要投资才行 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 寄出优渥的薪资 还有研究补助金 要研览的是国际上面 优秀的青年学者 但是反观在台湾呢 根据中研院调查显示 国内出任的助理教授薪水 跟邻近的新加坡 日本 韩国 香港等地来相比 却只有二分之一 甚至是四分之一 不论是实验室里 带着研究生做实验讨论 还是教室里台上授课 大学教授身负培育 台湾高教人才责任 但国内的大学教职 却面临少子化 研究生 博士生减少 最重要恐怕还是 薪资待遇低 成为隐忧 中研院的报告指出 国内的高教人才断成 一大主因呢 是因为台湾出任助理教授的 年薪大约是96万元 相比日韩 新加坡 香港 中国 大陆是相差了二到四倍 引发人才外流的隐忧 来看看像是新加坡国大 2018年呢 是祭出了校长青年教授计划 每年提供15个名额 有提供了像是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资 还有研究的补助金 希望能够延览 国内外优秀的年轻学者 新加坡国大祭出诱人条件 包含像是与美国顶尖博士毕业生起薪相当的20万美元年薪 大约是台币620万 而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 最高100万新加坡币 大约是台币2347万 而非STEM领域最高75万新币 等于是新台币1760万的新创研究计划补助和博士生奖学金等等 另外提供台币587万可以自由支配的支出 外籍人士还有住房以及其他额外补助 高额的薪资待遇就是要延览国际上的顶尖人才 新加坡国立大学它的学术改革迈向顶尖学校的路 是从2000年开始的 重点是不管老师在哪一个职位 不管他们是在评鉴上是侧重于研究 或侧重于教学或侧重于实物 老师有不同的长处 那不管他们的长处如何都应该能够得到适当的资源 让他们继续努力的一个动机 梁文琪任职新加坡国立大学 近期也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客座副教授 观察新加坡的教育环境在揽财上耕耘许久 另一间南洋理工大学也有类似计划 成为顶尖大学并不光是科学研究能力的一个创造而已 譬如说教学的质量 对于新加坡未来国家栋梁的一个培育 这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因素 再者是全球化 能不能吸引优秀的国际学生 优秀的国际老师 外籍人才 这也是一个重点 根据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QS公布 2024年世界大学排名 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八 周次挤进前十强 而且仍然维持亚洲第一高等教育学府的地位 而南洋理工大学则排名第26 落华七个名次 而我们台湾排名最前面是台大 全球排名69名 第二名是阳明交大 则落到217名 譬如说以前有所谓的玉山计划 当中有所谓的玉山学者 这样每一年会提供500万的薪资 那么但是我们跟新加坡的揽财计划 做一个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可以用比较高的薪水 可以延揽国际上顶尖的人才 可能非常的短暂 可能就是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可是我们接下来的配套措施是比较不足的 截止我们国内的大学高教人才 近年有不断外流危机 薪资揽财虽然比不上新加坡 但也有教授直言 整体的大学研究环境仍然有竞争力 但唯独缺少国际交流 我认为台湾最大的缺憾 是在我们跟国际连结这一块 不管是生物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 也没有国际级的团队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或是我们办法加入到国际级的团队 这对于培养一个新的老师 或是资深的老师 都是很重要的养分 国内教授薪资相比临近亚洲 已开发国家都还低 加上政府政策多投注在科学人才培育 未来不仅要面临高教人才出走 恐怕各学科的平衡发展 也会出现新挑战 早餐还没有头绪吗 参考一下美国人的餐桌 从舔死蚂蚁的食物开启一天 不过19世纪后期 从欧洲传到美国的这款法式甜甜圈 可不一般 独特逊窝状外皮 多层次口感 油炸温度和速度是关键 抓准时间面团翻面 收尾在淋上甜甜糖霜 牛奶做成的优格不奇怪 但山羊奶优格实属罕见 却早在西元前5000年前就出现过 低温长时间杀菌加入秘密菌种 制作出浓郁又滑顺的优格 当然美式经典早餐少不了这味 坚持低肤质古物制作的健康贝果 35年前的小烘焙方 现在已经能供应整座旧金山湾区 蜂蜜入面团添加海盐葡萄干 每天新鲜出炉三万六千个贝果 为保持风味强调全手工包装 巴西梅早餐棒浓缩整碗麦片 健康又饱足 随手拿着就走 更是不少上班族的最爱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样样没少 多种水果加麦片 却完美保有各自的原味 难怪早餐棒是家家户户 热门选择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Q弹面体上铺满牛肉切块 番茄 花椰菜 饱满西腹清甜汤头 中间摆上20公分大的龙虾 超霸气 但一碗980要加不菲 想吃也得快 每天只有10碗 它有自然的酸跟甜 那配合海鲜应该都是很搭 我们就尝试了 龙虾嘛 因为有大只 也要霸气 我们摆摆看 它味道变比较鲜 然后它的龙虾露出很Q弹 强攻高端消费市场 还有业者推出鲍鱼牛肉面 三颗黄金鲍鱼 美国牛腱子心 澳洲牛后腿筋 浸泡麻辣汤底 搭配藤椒提香 麻儿不辣 清香爽口 牛肉面已经不再是 以前的传统的红烧清炖 它还增加了番茄创意 甚至麻辣 甚至还添加了很多鲍鱼 海鲜 龙虾 因为年轻人现在吃面 尤其这个比如说先拍照 然后打卡上传 好手备出竞争大 想在牛肉面市场 占有一席之地 除了味蕾要顾 颜值也不能马虎 体悦新闻 亮南皮捷台北传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被世人认为 是历史上最优秀的军事家之一 电影拿破仑 欢迎回来今天的追踪第一线 TBS和远见合作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 邱丽燕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碳有价时代的来临 包括了欧洲的碳关税 10月份上路 明年还有美国版的碳关税 清洁竞争法案 台湾系列该如何迎接这一波挑战 我们来请教副总编辑 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 可以说是一场台湾制造业的宁静革命 正在悄悄地渗透整个台湾 我们有看到大概有800多家 至少这样子的台湾企业 正在应对这一场即将到来的碳关税危机 所谓这个碳关税危机 就是欧盟从2023年10月1号开始 它会针对六大产业的进口商品 苛醒一个如果你超过它的 你的排碳量超过它的标准的话 它就要给你苛一个税 所以叫做碳关税 那10月1号就要开始了 然后等到这个2027年的时候 它除了六大产业之外 它会遍及到全部的产业 那为了因应这一场的 所谓的减碳的作战 所以台湾的制造业是整个动起来的 那尤其其中比较特别的就是 工业局有推行一个1加N的计划 所谓的1加N 这是整个供应链的龙头厂商 然后为1 然后下面它会带领N加供应商 一起来做减碳这个事情 举例来说像友达 他找了12加供应商一起来减碳 所以他的计划就叫1加12 这个缘由是这样子 那我发现就是说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友达之外 像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还有台湾的钢铁业龙头中钢 以及制造业的鸿海人保 这些都投入了这个所谓 供应链减碳的一个行列当中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好所以现在似乎 企业都必须要摆脱迷思 力拼的是环保转型了 尤其在台湾我们知道 超过9成是中小企业 为国际品牌进行代工 那么面对这一波的减碳压力 企业要如何踏出减碳第一步呢 我们再请副总编辑帮我们分析 好我觉得第一步的话 就是老板要带头来做 而且要教员工知道什么叫做碳 其实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 二氧化碳的排碳量 比如他们怀疑说 是不是我呼吸 呼出了二氧化碳 就算我在排碳呢 然后其实有一个蛮好笑的答案就是 如果你是牛的话 你吐出来的空气就算排碳了 然后还有我在这次采访当中 其实我发现很多企业 因为他们是中小企业 可能对碳的认识不足之外 他们同时也有一些疑虑 比如说减碳会不会很难 减碳会不会很贵 减碳是不是都要投入新的技术 但是其实它的解方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样子的艰深 首先来讲减碳很贵吗 第一个我们来谈说 减碳其实也有便宜的 也有贵的 那我们可以先从便宜的开始做起 像比如说我们去购置绿电 盖太阳能板 然后办公室换LED灯 这些都是比较便宜的一些做法 而且你要从成本预算的角度来考量 你减的这些碳 事实上是让你少用一些电 那这些电费的减少 不就是你成本的减少了吗 所以要用这种观点去看 减碳贵不贵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说减碳很难吗 我刚才已经有提到说 减碳其实也有很简单的步骤 也有难的地方 我们可以先易后难 简单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买一些绿电 然后更换LED灯 然后再来像贵的部分的话 它可能是就是更换 这个制造生产线上面的一些锅炉 这些排碳量比较高 用电量比较高的一些设备 来做进行更换 然后比较好的一个是说 现在政府这个一加N的计划 它有在补助你更换设备的这个部分 所以不能说是非常贵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来说 减碳是不是一定要投入新技术呢 事实上这也是不一定的 因为减碳的新技术 它也是日新月异 然后随着这个减碳的风潮趋势 越来越盛行的时候 有一些新的技术就会衍生出来 然后当它普遍之后 它的价格就会下降 所以这个减碳的新技术 不一定是都要自己研发 有时候你只是做一些很简单的动作 然后或是说购买一些比较 已经在市面上简易可行的一些方案之后 就可以达到减碳的目的了 好 副总编辑刚刚提到的 减碳可以先易后难 所以我们也来先看看大企业的做法 是中钢近三年来 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占全台的10.8% 这数字其实非常可观 但是它们却能够成为减碳的优等生 我们要再来请教的是 副总编辑中钢是怎么做到的 又如何可以带动中小企业 加入减碳的供应链呢 中钢在自己做减碳应对 欧洲C-Band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要讲到一些比较专有的名词 像譬如说他们要先做碳盘查 就是他们先把自己工厂生产线上面 哪些地方会排碳排多少碳 然后根据欧盟C-Band的要求 然后提供这些表单 在进口商品的时候 一并附上这些表单 让欧盟知道他们的排碳量 那这个是第一步基本功要做的 然后再来一个应付C-Band 那我觉得中钢很棒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会想到自己的竞争力 像譬如说如果说 中钢的钢品卖到欧洲之后 他如果最后磕完关税的价格 是高于其他竞争厂商所卖的钢材的话 那是不是就失去了竞争力了 所以中钢就很注意这个部分 然后他自己减碳之外 他也带动他的客户一起来减碳 那我们讲中钢比较特别的例子 其他的制造业可能是带着供应链 就是他的零组件来做减碳 可是中钢因为他就是生产钢材 他生产的钢材给一些企业做板金 有一些给企业做马达 所以他算是要带着他的客户一起来减碳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我觉得中钢很棒的地方 就是他会针对这个企业 他成立一个碳辅导团 他应该是整个部门大概有六七个 每次都一起出动 然后北中南这样跑 就实际到他们客户的现场 帮他们看哪个机器排碳量很高 哪个机器用电量很高 然后盘查出这些现况之后 然后提供这些企业一些减碳的方法 比如说他可以更换什么样子的锅炉 他可以更换什么样子的一个 比较低耗能的堆高机 让他们可以有一些方法可以寻 不会说让他们就硬啃这些知识 而且中钢比较特别的是说 他是像我们刚才讲的 不是要摊盘查要填表格吗 中钢是算是手把手在教这些企业 怎么填这些表格 他是一个一个表格示范给他们看 要填什么样子的数字 什么样的设备 所以算是还蛮像保姆一样 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方法 所以也就让这些供应商 比较无痛的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绿色转型 那我觉得中钢做这些事情 你看他上门服务 然后还手把手教 而且这些过程他都免费 所以这是为什么中钢在我们这次的报导当中 他被我们列为减碳模范生的一个关键 坐着轮椅的阿公一个人艰难的前进 为了转弯还要倒退路 就是因为这条小小的标线型人行道 路不平障碍物又太多 不到一百公尺的人行道 就有多达两根电线杆 几乎把路给挡住 一旁的缝隙太小 坐着轮椅钻不过去 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往外绕 人车真到下 现象还生 心里会怕 因为要闪过电线杆 你要出去到车道上走 这样子比较危险 纵使你没有坐轮椅 其实走在这一条人行道上 一般人也会感受到非常的不舒服 为什么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一条人行道它非常的窄之外 旁边就紧邻着大马路 有很多的契机车是呼啸而过 而且动不动还要赶紧的 来闪避这个电线杆 走起路来都会感受到 这简直是新人地狱 里长直言这问题很难解 而新北交通局表示会再去查看 如果还有足够空间的话 标线会再调整 但如果没有空间的话 只能呼吁民众靠路边行走 不过问题还不止如此 一旁中校街抬头一看 就能发现电线好几条 缠在一起乱七八糟 附近居民表示一旦台风来临 电线就会掉下来 走过去很可能被砸到 或是勒住机车骑士 而台电表示初步评估 很可能是第四台电线 还需要去检查 但市民交通安全为当务之急 恐怕相关单位还得动作加快 赶紧解决问题 TVBS新闻 新闻想留学新北这么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大家都知道运动有很多的好处 那其中的一个好处呢 其实是可以降低很多癌症的发生率 甚至是罹患癌症之后呢 它的存活率 那有英国的一些研究呢 显示说 如果不运动的女性呢 罹患卵巢癌呢 或者是因为卵巢癌而死亡的风险 比起有固定运动的女性 还要高20%到30% 有的研究呢 它观察了6000多位的卵巢癌患者 结果发现 几年内都没有运动习惯的女性 比每周至少有规律运动的女性呢 高出22到34%的卵巢癌死亡风险 另外也有针对8000多位卵巢癌患者 跟1万多位没有卵巢癌的健康妇呢 进行的一个调查发现 没有固定运动习惯的朋友呢 比起有固定运动习惯的女性 高出30%的卵巢癌罢患率 因为卵巢很容易受很多发炎 自由基的攻击 尤其是疏软管受到的伤害之后 增加卵巢癌的风险 那运动呢 可以帮助身体 清除这些氧化的压力 然后也简单的说 有一点排除体内的废物 当身体没有累积太多有害的物质 那细胞受损修复的能力增加 罹患卵巢癌的风险自然就降低 我们建议呢 我们的女性朋友呢 可以多多进行有氧运动 比如说像慢跑啊 骑脚踏车啊 游泳等等 也不用太强烈或太久的时间 每周至少规律运动三次 每次至少20分钟 就可以维持身体的健康 来看美国历经疫情后 娱乐产业回温了 在拉斯维加斯 造价743亿台币的球形场馆 最近正式启用 拥有全球最大最高画质的LED荧幕 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球形场馆 Sphere最近正式启用 由爱尔兰摇滚天团 YouTube打头阵演出 Sphere外部可投射各种影像 变身月球 地球 网球 甚至正在眨眼的眼球 场馆造价23亿美元 折合约743亿台币 观众进场纷纷记录下 新奇体验 YouTube计划今年年底前 在这里举办25场演出 YouTube主唱波诺表示 借由这个场馆 拉近和观众的距离 试图将全场最差的座位 变成最好的座位 和观众更有互动 新冠疫情后 美国娱乐产业回温 动管天后毕昂斯 在各地开上创下家机 宣布与连锁电影院AMC达成协议 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纪录片 将在12月版上大荧幕 粉丝们已经等不及了 碧昂斯的唯一复兴世界巡演 创下他个人生涯票房最高纪录 演唱会纪录片预告 提前曝光幕后花絮 包括毕昂斯和大咖嘉宾排练的画面 还有与丈夫孩子的私下时光 外媒分析这是疫情后的 另一波报复性消费趋势 民众将支出从商品转移到体验 毕昂斯的歌名 砸钱买票和周边商品 促进大量消费 另一位流行乐小店后 泰勒斯早一部在10月 推出巡回演唱会电影 打破AMC电影院 单日预售票销售记录 预售票营收超过6500万美元 这合约21亿台币 其他艺人包括YouTube和上团 凯蒂佩瑞和乔甲斯汀等等 都将巡演转化成电影 大转一笔 由于好莱坞罢工事件 好几部大片都被迫延后上档 电影院不想让影厅 控制养蚊子 放映纪录片 除了电档 沾沾大咖光环 可能带来更多周边收益 T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林湘的新造型 尺度大开 剪影下三位模特 只要好身材若隐若现 站在C位的是人气乐天女孩林湘 为台北时装周品牌秀开场 师妹亚韩芷玲分别替林湘 套上外套及长袜后 林湘正式亮相 以内衣护上阵搭配本色西外 展现傲人身材 大尺度突破被盛赞时尚度升级 却有三名喊化妆师出来面对 林湘彩妆师为此发声 PO出林湘在书画时的侧拍照写下 觉得对方每次都很努力准备 上台前胃痛肚子痛 然而林湘却永远一直被呛 从一开始被影响到身心灵 到后来已经靠自己完全消化 是成长最多的地方 而林湘也转发动态及相关新闻 令不少粉丝心疼 这一次时装周有不少啦啦队成员登台 刚加入中信兄弟啦啦队被誉为 群群接班人来自香港的成员贤迪奇 以长执法深色格纹洋装搭配长靴走秀 和其他模特儿一起走向观众致谢 贤迪奇也晒出后台自拍照 开心血下这是在台湾的首次走秀 感谢这一次的机会 啦啦队女孩们登上时装周 高人气新颖目光 TVBS新闻线文厂红听台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钱丽如我们再会 好玩喔 顺高 好玩喔 现在刚刚打电话 已经输上一堆人了 真的假的 他说你叫我们的名字 国小同学 国中同学 上歌都来了 我本人都交代好了 女的样 我吃过最甜最甜的红干鱼